这间屋子从一座的开始就有问题 每一个stage都有问题 你看看在圈子上已经爆下来了 这个地方呢 今天就有新的一个创 还有其他运动啊 最后都没有保持比较可以弃嘛 你呢 然后他这样子 我刚才whatsapp的时候 我其实跟他吵了一轮 我讲说你可以上来这一边 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他也不敢上来 所以你这样不敢上来 没有问题啦 是不是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很怕他们再继续拍动 诶 这个灯是Belip的咧 好的灯咧 每个人互相追来追去 哇 我不懂 这个东西我要追水 真的是太过糟糕了 太过糟糕了 嗨 大家好 我们还是我们第一集的阿洋装修家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我们在2019年装修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奇葩事情 到现在看回去还是很生气 还是很气愤 可是这一次呢 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更大的project 我们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空间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我们要如何完成这个project呢 我也很期待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打造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打造的地方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它以前其实是一个近百年的老店铺来的 我家就住在后面 然后今天瞧一下呢 我爸就买下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次的翻修 after翻修了三到四年以后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慢慢变成我们的store了 因为我们的东西越贵越多 然后也没有用这个地方 基本上呢这个地方呢是由两间店面所组成的 我们想说把食堂还有办公室的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给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其实一提到房屋设计啊 然后室内装修啊 我是非常excited的 然后兄弟姐妹也从外地回到来麻婆 觉得也是时候应该要规划一下 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工作空间 原本的想法就是想说 要如何配音所有的兄弟姐妹 凝聚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工作 再create一个space给父母亲 是在退休的时候可能一个寄火这样子 HELLO 大家好 这个是我工作室 然后基本上我在这边就会做一些设计啊 跟不衣服的这些东西 之前到新加坡工作的时间已经有四年了 创业这个想法在很早很早其实就有了 但是他就是一直不能定下 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去工作 然后让我们去想这些东西 其实偷偷我对这个空间 根本没有任何想法的 就想说可以回到麻婆 这个地方工作已经其实很好 那是经过了讨论然后跟参考 然后我觉得说 其实因为我一个工作台 跟我一个摆设我作品的地方 我觉得简单 这样子就很足够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工作室 这里是我家的一个小loft 那我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完成 不管是见顾客 剪纸图 烫衣服 设计 sewing 都会在这里完成 我理想的工作空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敞 然后可以让我去摆我的高 还有主要就是不要在一个小小的工作台上面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敏 我是一名美容师 之前在新加坡是做美容的 其实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打算的 在家人的提起过后 才想到以前婆婆其实有做一款传统的零食 叫做黑螺面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那个是还有蛮有商机的 然后就想要拿来try看看咯 然后这样子一做就做了两年了 但是一直以来我都不想要放弃美容这个行业 也一直其实想要做回去 我理想的美容空间其实是很舒适 然后安静 然后有一张床 让顾客走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可以很舒服的完成美容这个疗程 所以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要飞行所有人的选择其实是不简单的 但我相信是可以完成的 就非常非常期待这个地方趕快完成 恨不得他马上明天一睡醒这个地方就做好 今天刚好是十一一号 然后呢是我爸爸的生日 所以我要想要趁这个时候呢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拍照 相信这张照片呢 之后会是我们非常有意义的一张照片 好 好 來,所以我們犬甲夫也拍了 然後趕快爸爸去買了一些鳥 來放生,因為以前是他生日 所以我們希望接下來的這個 裝修過程是順順利利的 好,這一集來源裝修家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第二集我們將和大家分享 我們整體的空間規劃以及設計概念 如何從一個沒有經驗的情況下 完成這一項艱巨的任務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留守我們,我們下集見 這邊就是我的一些紙圖啊,設計啊 給咕咕咕 給咕咕咕 其實我直接在新加坡工作了四年 那邊的 那邊的聲音呢?是很大聲的 其實每次提到裝修 我是蠻興奮的啦,因為 成員,所以 畢竟還講呢 這條街沒有人,充滿人氣 你笑什麼啊? Hello,我是忍銘。我是秘范 你也不是 我不是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